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淡姐带着手下埋伏在警察局的门口 伺机而动 这警察局作范的大婶也是蝴蝶王人 她偷偷的在饭菜里下了毒药 打算在去监狱之前就把豆皮叔给干掉 但计划不如变化 豆皮叔这边刚拿起筷子 大咬哥和小胡子就进来 说别吃了 等到了监狱吃大餐 冷淡姐一看A计划失败了 于是便开始了B计划 打算在半道把豆皮叔给除掉 哎呀 看这造型 跟咱的网大简直是不相上下 随后 冷淡姐带着手下 合枪实战的把警车堵在了半路 其中一妹子掀开后盖一看的 发现豆皮叔根本就背在里边 原来警察们给冷淡姐 来了一声东击西掉回离山 早就坐着冷藏车从另一条路穿了 冷淡姐一看B计划也失败了 于是急忙启动C计划 哎呀 大姐你可长点心 再这么下去 26个字母用完 估计你也抓不住 冷藏车里这几位也确实不容易 一个个都动屁 豆皮叔说我憋的不行 必须马上撒尿 大眼哥说这车里零下几十度 我劝你还是先憋住 转场之后 冷淡姐的手下大眼妹来到了监狱 亲切挥进来大途标 大眼妹说豆皮叔马上就要进来 我们给你二十万美元 你把豆皮叔给我干掉 为了吸引预警的注意力 另外一姐们使出了特殊的手段 把预警看得是眼花缭乱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这姐妹俩一静一动 配合的是天衣无风 大眼妹说到时候你把这瓶药给吃了 在他们送你上医院的时候 你趁机制造混乱 然后再找机会让豆皮叔里头看 来到监狱之后 大家发现这些犯人 对他们都不是太友好 预警说你们别靠太近 这帮孙子都毫无人性 见谁要谁的命 再往里边走就到了VIP了 预警说这里边关的可都是禽兽 已经彻底没救了 这大秃瓢吃完药之后 马上就开始手跑脚蹬口吐完磨了 预警这边刚把大秃瓢从监狱里抬出来 大秃瓢突然就睁开了眼 上去就把小眼睛的脖子扭断了 另外一名预警一看 当时就瞎尿 把豆皮叔关进单间之后 大眼哥等人就打算回去复命 这个时候的大秃瓢和同伙毛赞哥一起 换上警服就开始行动 为了制造混乱 大秃瓢把犯人全给放出来了 发现出事的预警们急忙拦住了大秃瓢的去路 这双方也没什么共同语言 直接就开打了 这大秃瓢确实是生猛啊 一顿饭十几个窝头那可不是白吃的 一个老汉推撤 直接就把几个狱警给干趴下了 犀利哥等人正往外走的时候 撞上了一帮刚刚跑出来的罪犯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小田田卯足了劲 拿出了揍前男友的精神头 打得那叫一个减气 几个人把这帮罪犯摆平之后 犀利哥说咱得去找豆皮叔 大眼哥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再不跑咱全都在丢了命 一言不合两个人就开始内哄 要说豆皮叔这泡尿憋的时间可不短 他想尿吧又嫌马桶脏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 刚准备撒尿 霍牙叔一脸坏笑的走了进来 豆皮叔说大哥你误会了 我是直男的 这霍牙叔也不说话 直接就把上衣给脱了 其实这霍牙叔也是直男 他是看上豆皮叔身上那件名盆西装了 这豆皮叔刚刚松了口气 就被大粗瓢的死对头 酱油哥的手下给绑架了 犀利哥等人来到牢房一看 发现豆皮叔已经不见了 大姐大正在家练剑 不是练刀呢 突然接到了酱油哥的电话 酱油哥说豆皮叔在我手里 给我二十万我就让他领口看 大姐大说钱是小事 你赶快把它弄死吧 酱油哥这边刚想动手 大突瓢的手下及时赶到 趁着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豆皮叔撒子撩了 可这哥们慌不择路 无意中闯进了VIP牢房 顶级囚犯王大白和老抽哥 从里边溜达出来 几个普通罪犯一看知道惹不起 扭头就跑 接下来又是一场混战 这小甜甜以前在感情上 肯定是受伤害 每一招都是奔着下三楼去 这中间还有几场大戏 也没什么新花样 咱就不啰嗦了 这酱油哥被小胡子干掉之后 都离了手机下 大姐大说那豆皮叔领没领喝饭的 小胡子听得是一头雾水 说大姐你哪位啊 大姐大一听 就知道酱油哥把事给搬砸了 于是急忙穿好衣服 拿着武士刀 开着车就去了监狱 豆皮叔正瞎悬磨的时候 撞见了西里哥小甜甜 这哥们刚想去撒尿 大突瓢带人及时赶到 得这泡尿还得憋着 这场打戏可是相当的诡异 西里哥和小甜甜 居然被对方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大眼哥等人正准备溜出去的时候 遭遇了顶级囚犯王大白 大眼哥上去直奔王大白的下盘 可王大白纹丝不动 根本就感觉不到痛 玉景说王大白可是食人族啊 有一次饿急了 他把自己的蛋蛋都给吃了 这王大白确实不好对 玉景和大眼哥费老鼻子劲 才把王大白给制服了 为了缓和节奏 导演在这个时候 安排了一场西里哥和小甜甜的激情戏 不过由于场合不太对 因此这场戏的尺度并不大 小胡子压着逗逼叔正找出口的时候 被大徒嫖带人给逮捕 小胡子一看对方人多势众 当时就怂了 说大哥 我上有老下有小 你放了我好不好 罪犯们上去七手八摇 当时就把小胡子给做梦圈了 西里哥和小甜甜刚亲完嘴 就遇见了顶级囚犯老抽哥 这老抽哥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刚开始可把西里哥揍得不轻 最后西里哥绝地反击 把老抽哥给揍懵逼了 转场之后 逗逼叔正打算跟大徒嫖做交易的时候 大姐大突然出现了 然后就这么把逗逼叔给带走了 小甜甜一看那能干 追上去就跟大姐大掐了起来 哎呀 终于等到大姐大出手了 不过这姐们的水平实在是不怎么样 虽然最后赢了 可也被小甜甜走得不轻了 男人之间的对决 是在西里哥和大徒嫖之间进行 这大徒嫖是真不好对付 把西里哥揍得都快没人样了 不过这西里哥也确实挺扛走的 最后一招老汉摔转 把大徒嫖给揍懵逼了 树倒狐存散 其他犯人一看也都不敢恋战了 大姐大说你临死前还有什么愿望 逗逼叔说我得撒泡尿啊 逗逼叔撒完尿 大姐大举起了手里的兔刀 影片的最后上校带人赶到 不过由于大姐大怜香惜玉 这逗逼叔并没有死 看样子是成了大姐大的男宠了 老司机都懂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整部影片很扯淡 演员也都不好看 尤其这个大姐大 演技全程不在线啊 演技全程不在线啊 演技全程不在线 sn recherche